大家好,我是瑜伽老師唐優欣 這個單元是要帶你們練腹部核心的力量 核心肌群真的很重要 他在我懷孕之前我就有一直在練習腹部的力量 所以其實生產的時候只花1分10秒鐘 用一下的力他就出來了 那產後的話我也靠核心肌群還有腹部骨盆底筋血力量修護 我產到還修復我的肚子 這樣讓我的肚子很快就可以恢復到平坦的狀態 所以趕快跟我一起練習讓你的腹部也恢復平坦吧 因為我們寶寶在裡面的時候會把你的骨盆撐開 那生完之後很多人的骨盆就回不來了 即使你纏著腹袋 你還是要運動才會有效 那這個動作其實一方面可以送你的肚子 也可以讓你的骨盆恢復 是一個非常好的練習 跟我一起練 很簡單 你需要一個磚或是你在家裡有一個方塊的東西 你可以夾住的 你可以夾球 或是夾你們家的枕頭 那一樣側躺躺下來 把你的磚放在你的兩腳之間 把你的雙腳稍微打開來一點點 我們要腳有一點點的tun in 有一點點內巴 好像感覺到你的大腿往內關進來的感覺 往內旋進來的感覺 好那這個動作 待會往內旋那時候把你的尾椎一起捲上來 往內旋 往內捲進來 把你的大腿夾緊 骨盤往內收 大腿夾緊 你會感覺到大腿內側的力量很多 還有 臀部捲上來的力量很多 還有你的肚子也是用力的 好慢慢的放下來 把你的臀部放鬆 腳放鬆 再一次 慢慢的把尾骨收 你可以加上一點婚姻的收縮 好慢慢的捲 肚子收 把你的尾骨捲起來 好像把全部東西包進來的感覺 慢慢的往上 很有力量很有力量 慢慢的 再放下來 這個動作其實不只是禪後 只要你是女生 這一輩子都要練習 誰不希望把肚子瘦回來 誰不希望有個平坦的小腹 或是你的骨盆是很穩定的 這個對整個子宮卵巢都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好慢慢的上 再慢慢的放下來 加強你的大腿內側 內側也比較不容易囤積脂肪 最後兩次 吐氣的時候上 慢慢的捲上 好慢慢回來 最後一次慢慢上 婚姻收 骨盆往內捲 大腿往內旋 慢慢的捲上來 肚子收緊 好慢慢打開來 這動作 每次你可以做10下 每天做20次 降化你的骨盆 你的大腿內側 你的腹部 就會慢慢的恢復 而且變得更窈窕 更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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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